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平凡岗位上坚守的军人们 所以今天我们盘点的关键词就是坚守本色 实现强军梦坚守本色是保证 对于这些默默奉献的人 也许您根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也许您已经不记得他们的故事 但是他们带给我们的心灵感动 相信您一定不会忘记 这让我们再次来感受这种坚守的力量 小虎黑线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我叫徐北京 今年31岁 是空军农场上队伍的台长 1号 3号去 我的家在四川绵养 都知道纳尔寺盆地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就上三年了 那个树当中的这么大什么样 现在长这么大 十几年了 两天两五十五到空军 就是因为喜欢飞机 你当不上飞机呀 哪怕看看飞机也行 后没想到 这十几年里 比如说这三里的风景 就连我保障的飞机都没见过 说无遗憾 当时讲话 下去南京上就上我一种 能喘气的就我们杀了 他们都说我是银标堂的少兵 听起来很浪漫 其实没人愿意来 因为太扯 不过我没什么抱怨 我只有初中文化 来到这才练成了 这么多年 我负责的骗群 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那个工作有点事 还好吧 就是文字多了一点 我叫聂明 今年二十九岁 家乡在新疆的天山脚下 现在就是南海小岛上的 一名海军护士长 我们这儿的条件 没法跟大城市大医院比 护理工作呢 基本上也就是给战士们 做做常规检查 输不业打个针什么的 这皮是有没有过敏 你眼睛有点难受吧 胀胀的 说心里话 我也是医科大学毕业的 有时候觉得也挺失落 不过每次听到他们管我叫大姐 看到他们脸上的微笑 我就觉得直了 好 现在把她当姐姐看了 挺可爱的 很专心我们 比方战士 只要他们战士也特别可爱 就没有带路 没有带路 之所以来到海岛 除了这位西北人 成熟的大海的一个向往 更因为 越冰走过天安门那一刻 我才真正地感谢到 十几分之后 我确实呢 也想过走 可再想想 越冰我都过来了 其他的事儿 还算是什么事儿呀 这一待就是四年 现在我也在海岛上扎了根 他们现在都叫我 海岛上盛开的雪莲花 我叫蔡红霞 是江湖怀音人 现在是解放军第261医院 金生病科的总部长 我们科室的同事 他们都喜欢叫我太总 先生好 你好 先生好 你好 你好 他们都是我带的年轻故事 金生病 明朝护理这个岗位 在我们医院 我是最老的了 干深夜最长的一个人 在这个家人不放心 甚至于不了解的 特殊岗位 我干了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的日子里 一直跟金生病患者 打招招 而我们这些人的心态 都是很积极阳光的 因为只有这样 这种状态 才能够去感染 和影响病人 我要出院 别去动 别去动 我要出院 对于病人失去理智的谩骂 无言无辜的殴打 在这里是经常发生的事 而我都选择原谅 因为病人大多数的举动 他都不是故意的 都是在病态支配下的打骂 我是可以理解他们 也尝试着去慢慢地去忍受 自我去调节情绪 今年五月份 我荣获了国际 护理界最高荣誉勋章 第十四届国际男女儿奖 一般人都喜欢在护胶感动中 感谢 两个人 而我也是有欣慰 因为看到一个又一个 精神病患者 走出医院走上社会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我和他们的家人一样 都感到欣慰 石培金在深山中 能坚守岗位13年 聂明之身来到海岛 默默扎根不后悔 蔡红霞奉献在精神病 护理岗位上30年 终于获得了南丁格尔奖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再平凡的岗位 只要能坚守本色 也同样能够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然而想要干出一番成绩 也会面临种种困难 种种问题 这些工作上的拦路虎 会不会让他们退却 他们又将用怎样的坚持和勇气 来战胜困难呢 在金南军区连华山对空台上 徐培金坚守了13年 对空台就是保障飞行员和地面塔台之间的通信 类似于移动通信中的基站 一旦对空台出现了问题 空中的飞机就彻底成了笼子 现在能看懂吗 当时的时候 当时都看不懂 当时都看不懂 对 每天现在天天去看看 通常去翻翻 没事就去翻翻 几分都能看懂了 谈起这些通信知识 俱佩金如今说的虽然轻松 可是刚开始那会儿 他就没少瞧别人的白眼 这种打击反而激发了徐培金的斗志 然而热情是有了 可学习的过程却是痛苦的 现在就是这种热情 那个心里热量 就是感觉 但是时间长了 就学了学了感觉就 没多大 那个就是说 就有点想放弃的那种感觉 实在学不下去的时候 他就到山上吼声凉嗓子 有时候电话打多了 怕别人烦他 徐培金 还动起了不少脑筋 我一个门发这么低 学得很实力 我一怕他们面前丢人 我就通过其他方式 让我的战友去帮我翻 然后再告诉我 在这种折磨中 俱佩金渐渐摸出了门道 无论什么样的设备出现了问题 他都会自己先想办法解决 这一昨晚 就是整整十三年 手往后搏 你这个手稍微往外翻一点 做得不够到位 2009年国庆阅兵结束后 聂明放弃了条件更为优厚的工作 选择了南海上的一座小岛 刚上到十年明市岛上 唯一的女性 也是唯一科班出身的护理人员 所有人都对他照顾有加 他不仅有些飘飘然 并没有把业务上的缺陷放在心里 他甚至能把乃书役的战士 扎得冷汗直冒 自己一个高学历的护理人员 结果我顶不起来 我觉得自己 如果再不努力的话 我技术再差的话 我真的是没脸在这里待下去了 上岛一个月后 聂明面临的是技术不熟练的难题 这时的聂明终于冷静下来 要想提高护理技能 只有勤练苦练 阅兵那么苦 我都坚持下来了 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现在我也同样可以通过 我自己的坚持 能够收获我技术上的进步吧 四年的坚持 聂明收获了精湛的业务技能 早已从一个菜鸟 成为一名称职的护士长 刚刚参加工作 就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 从事这样令人恐惧的职业 彩虹侠觉得 事事都不能随心顺意 甚至至与愿味 高墙深远 铁门铁窗 是彩虹侠对精神病科 最初的印象 看看很多病人就目光呆滞 而且病人各种表情都有 各种行为都有 所以当时就是很恐惧 我们的老后是跟病人 他非常自然在一起 他没有嫌弃他们 不吃饭就给他们喂饭 不熟透的给他洗头 我们就是一张白纸 老师怎么在做 其实我们都在看 在这位前辈的影响下 彩虹侠对精神病临床护理工作 渐渐的接受了 之后彩虹侠又经历了几次变动 工作位置变了 单位名称变了 但精神病科临床护理这个岗位 始终没有变 这一年来 我们军旅人生栏目 还拍摄了许多 接受在普通岗位上的军人 讲述他们的故事 是因为他们虽然平凡 却能活出精彩 就像徐培金 聂明和彩虹侠一样 这些平凡的军人 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 深山海岛特殊病房 然而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 他们却用执着坚守和默默奉献 撑起了一片别样天地 收获了一份精彩的人生 充分验证了那句话 平凡人身上也有大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不放逐 在天际 无助却坚强 也许下一回 追梦时 依旧会破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许时间久了 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从事的岗位 又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变得渐渐模糊 但是他们执着坚守 无私奉献的精神 以及他们身上的军人本色 一定不会被人们忘记 他们用实际行动再次印证了 坚守本色才是实现强军梦的保证 还有一个小时 2014年的新年终生就要敲响了 在这儿我们要提前给观众朋友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欣赏事成 在新的一年 我们军旅人生栏目将继续聚焦您感兴趣的铁血人物 聚焦军事热点话题 通过记录普通军人的成长历程 反映出我军的变化和进步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回顾2013年我们一起走过的足迹 管代表风采听七层新声 七级两会特别节目 我身边的代表 聆听新代表的新故事 君嫂因无悔而美丽 你我应感动而寻找 23级大型工艺节目 寻找最美君嫂 这一刻我们守望相助 这一刻我们风雨同舟 十集特别节目 我们在一起 与您一同抗争救灾 维护和平 传播友谊 六级考树历史纪录片 我的维和记忆 讲述维和英雄的故事 教会对界 收官之战 太空授客 举世主目 六级系列节目 飞天之路 与您一起 圆梦太空 五路设置团队 八座省会城市 九所重点院校 九级系列节目 我的军旅起点 旨在服务高考家庭 军工报国 满满长路 军工精神 代代传承 六级口述文献纪录片 军工记忆 一起回望中国军工的创新制度 展示防空 停时服务 及时支援 实际大型纪录片 我身边的人房 复其全民国防教育 讲述军旅故事 分享励志人生 和平年代栏目 正式分明为军旅人生 这一年 青年场上 我们归害无语 这一年 演练场上 我们力荐出桥 军旅人生栏目 与您一同关注 我的强军梦 过去的一年 我们与您 共同走过 新的一年 我们将与您一起 在追梦的路上 这里有雷厉风行的带兵人 这里有勇敢刚毅的普通战士 这里有坚守岗位的风险者 这里有所向披靡的特战行星 这里更有权力以赴的追梦英雄 这里就是我们镜头里的2013 这里就是军营里的英雄群下 分享感动人心的励志故事 坦求强军梦的精神本质 军旅人生 夏季惠面不出 元旦特别节目 2013 我的真一年 第三集 金武强能